苹果滞销 橙子滞销 辣椒滞销 柠檬滞销 帮帮我们 这位大爷到底种了多少农产品 怎么这么倒霉 从苹果橘子卖到文房四宝 不论他卖什么东西 全都滞销 旁边写着求求大家帮帮忙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同情心爆发 想要立刻下单购买 天气一热了 一天冰一天热了 不卖就坏了 生活都没发生话 镜头前眼泪擦不停 这样的画面竟来在大陆网络上强力播送 不过这却是大陆电商的行销策略 这名大爷他只是一个甘肃农民 无意间被摄影师拍了下来 常年日晒的脸显得较为有黑 看起来就像历经沧桑 被不孝业者利用 让他成了最悲情的代言人 靠着这张充满岁月痕迹的脸 让苹果短短18天内狂卖100万人民币 换算台币500万 让他受风 滞销大爷 没客啊 要卖不了 我们都会不吃掉了 没消息就不要可以吃 大陆电商扮演救世主 大打悲情行销 唤起消费者同情心 借此刺激买气 不过消费者收到货之后 却发现是劣质品 份额投诉才揭穿 所谓农产品滞销 全是一场骗局 当地政府紧急跳出来澄清 水果没有滞销 要民众小心别上当 不过这场悲情行销戏码 滥用民众同情心 成了放羊的孩子 不仅毁了电商平台商誉 农民下回若真的有难 民众恐怕也不愿意 伸出援手